我怎么让对方不能没有我 他需要我的地方在哪里 我就可以有办法让他把我捧在手心里面 那这时候同学可能会想说 老师他这样机会很大 其实也没有那么大 第一件事情是 你必须要真的在一起 才能产生这种彼此的影响力 第二件事情 刚刚所有的话题都必须是桃花星 也就是14颗主芯片其实只有6颗 今天来跟大家讲一个 谁会把你放在手心里面 大家想我们常说 在看命理学的时候 不管是哪一种命理学 在看指挥斗说说 我们绝对不能够只去看着盘 然后依照公式去背 要去实际去想现实生活中 是什么样的情况 然后来去看命盘有没有这样的迹象 这样子的学习 你才很容易融会贯通 不需要背书 在感情的世界里面 我们才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有一个人他对你非常非常的好 但你不见得会喜欢他 也有的人你不用对他多大的付出 可是他就是把你捧在手心里面 你可能对A男各种的千娇百昧 各种的散发你的魅力 可他却不想要理你 可是你对B男你爱理不理 然后各种糟蹋他 把他当工具人 可是他却是完全的 就把你像珍珠一样捧在手上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 我们每次在碰到客人 问我们说 老师我什么样可以碰到好男人的时候 我们其实都会常会去考一件事情 怎么样的男人对你来讲算是好的男人 但绝大多数的女生都会希望 有个男人可以把他放在手心上 把他像公主一样的对待 不过绝大多数的女生 都只有公主病 但没有公主命 有公主病没有关系 只要让自己有公主命就可以了 对不对 那你要有公主命要怎么办呢 第一件事情比较难 就你爸是国王 这个难度很高 但你有第二件事情比较简单 就是找到守护公主的歧视 所以也就是要怎么样去找到有一个人 他永远都可以置死不渝的一直在你旁边 这台盘上要怎么看呢 这台盘上叫做化祭 祭这个字叫吉星 所以我们常跟大家讲说 不要觉得化祭是不好的事情 要看从什么角度看这件事 如果你造成他化祭 那你达到他的心里面 你让他的那个己心 就让他自己的心呢 好像没有了你 就失去了一大块 他的心里会有一大片是空白的 因为空白只有你才能够填得满 那这个时候呢 你对他就会有无限的影响力 因为只要他生命中没有你 他就觉得他生命有了一大块空白 所以你不管要做什么他都可以接受 不管你是高癌胖瘦 不管你是100公斤的风鱼的女孩 他也会觉得我就是需要这么大一块风鱼 来填斑我的内心 我的生命才会风鱼 所以其实在情感上面 很重要就是这样子的点 我们有的时候常会觉得说 我怎么这么努力啊 然后我这么好啊 为什么没有人喜欢我 为什么我碰不到那个会为我奋斗的那个人 其实最主要原因是因为 你没有去找到那个 你会让他生命中不能没有你的那个人 不是你的条件怎么样 因此呢 怎么样让他产生生命中不能没有你呢 就是你必须要造成他化剂 怎么样你就要造成他化剂呢 你可以看你的出生的那一年 你会有个天干 你的命宫会有个天干 你的夫妻宫会有个天干 我们常常讲说 星耀会因为外界环境 会因为各种各种时空环境而产生变化 这个变化叫做四化 所以星耀会因为时间空间 然后人而产生变化 那这个变化的基础点呢 就是那个天干 比如说太阴会因为以天干产生化剂 太阳会因为假天干而产生化剂 所以斗树他利用这样的方式 然后来去呈现出来 来去知道说什么东西会去影响密盘上面的星耀 话要说回来的 如果这个人他的夫妻宫是太阴 那你用什么方法去影响他呢 你要看看假这个天干在你身上 如果说你是假年生 你天生的个性特质各式各样的事情 就会去影响到他 如果是对方的夫妻宫是太阴 那你是以年生那你天生就会有说不上来 天生的无可量化无可计算的这种磁场的魅力 你就会影响到他的夫妻宫太阴化剂 所以如果你跟他有机会在一起的话 那你的个人特质就会造成他在情感上面不能没有你 当然正式的课程我们会很细节的告诉你说 比如说太阴化剂那是因为你对他的这种 细腻的薪资以及某些照顾或是家庭的观念 因为这太阴性的特质会造成他感情上不能没有你 他还有眉颗心那个不能没有你的情况不一样 不过这个我们看有没有机会可以放在会员频道里面讲 我告诉大家 但在这边呢你知道很简单去想说说 我的天生特质会造成对方的这个夫妻宫化剂 那我造成他的感情有空缺 我让他有空缺那他就不能没有我 他不能没有我那就要把我捧在手心里面 不管我是100公斤重还是200公斤重 他要想办法把我捧在手心里面 不然我就跑了啊对不对 那除了夫妻宫呢当然 我也可以让他生命中不能没有我 生命中是什么命宫 我造成他命宫化剂也可以 还有什么呢造成他的内心空缺也可以 迁移宫造成他精神上面不能没有我 福德宫化剂也可以 那这个我们讲的都是出生年天纲 那我也可以利用我自己的个性特质 或者是我对情感的特质让他不能没有我 所以我的夫妻宫的天干如果造成 造成他夫妻宫心瑶化剂 我的夫妻宫天干造成他命宫化剂也可以 那你们要问什么呢 那我的性造成他肉体空虚 可不可以 这个当然也可以 所以造成对方子女宫化剂也可以 我的子女宫及恶宫造成对方化剂也可以 因此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就会知道说啊 我怎么让对方不能没有我 他需要我的地方在哪里 我就可以有办法让他把我捧在手心里面 那这时候同学可能会想说 老师他这样机会很大 其实也没有那么大 第一件事情是 你们必须要真的在一起 才能产生这种彼此的影响力 第二件事情 刚刚所有的画剂都必须是桃花心 也就是十四颗主信面其实只有六颗 东扣西扣之后啊 你就发现也没有你想要那么的简单 更何况有的时候啊 他可能换了运线之后 他就不想离了 更何况这是我常说的嘛 你画剂给刘德华也没有用啊 因为你没有机会跟刘德华在一起 所以你怎么画都画不到他 知道这样的原理 我们就知道说谁会把我捧在手心里面 如果呢你希望找到有一个会珍惜跟在乎你的人 要去注意一下哪一类的人会 能够会真心的对待你 然后呢利用私话表 然后你知道拿到他命盘 你就会知道说哦 原来他的那个夫妻公做妻煞 对公是天府还有紫薇 都不会花鸡对不对 这表示这个人呢 他的情感非常的自我 有非他更爱自己比较多 那你很难让他把你捧在手心里面了 好 谢谢大家